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确立了改革开放的路线 比如说斯大林死了以后 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借批判斯大林树立了自己不一样的形象 同时也奠定了自己在苏共党内和国际共产主义阵营里面的老大地位 本来李鹏所留下的这两项遗产 一项是六四镇压 另外一项是三峡工程 都是非常不招人待见的 习近平完全是可以通过评价李鹏 然后传递出一些不一样的政治信号 当然这种评价不一定是说李鹏他在六四过程中所做的甚至错的 他甚至可以用一些比较委婉的办法释放出一些信号 比方说在李鹏的复告当中加进一些暗示批评他的语句 或者说降低李鹏追悼会的规格 或者说扁触李鹏的子女 其实通过这些信号都能够向社会传递出政治风向要变的意图 其实不管是中共体制内有一些想变革的人 还是体制外也就会马上领会 然后舆论声势就起来了 他其实完全是有机会的 但是习近平没有这么做 这其实是现在看起来习近平是错失了 可能是上天给他为数不多的机会之一了 本来借清理李鹏的政治遗产 他本来就是一个千夫所指的人 如果对他的评价有所改变 以此为契机推动一些改变的话 他很容易就会社会上形成对现任领导人一个较好的评价 可是习近平现在看起来是他要保共产党 所以把这些机会都放任流失了 那我们来看李鹏的另一项所谓的政治遗产 就是三线大坝工程 因为他也是这个推动这个工程上马的最主要的这个推手之一了 那据说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这个验收正式验收 那你觉得如果当年没有建这个三下工程的话 今天的水灾是不是会更严重一些 对 今年比较严重的一个情况 就是长江中下游省份遭遇到了比较大的洪灾 我曾经看过一幅照片就是说湖南相江株洲大桥 它的水位已经涨到了1994年的历史最高值 现在有很多地方人们在讨论 就是说实际上今年的这个洪灾比1998年那次是不逊色的 都是非常严重的灾害 那么1998年那次洪灾 在中共定性为百年不遇的特大灾害 那今年又是一个百年不遇 如果说事隔不过20年百年不遇就出现了两次 那它就不叫百年不遇了嘛 这就说明两个问题 要不然就是说中共对这个百年不遇的定义就有问题 要不然就是说明这个气候在急剧的异常变化 而这个气候急剧变化的这段时间呢 正好是和三峡工程所存在的时间相重叠的 所以我觉得呢很多人对三峡工程的发挥的作用提出意义 我觉得这是一个在经验上比较直接的信号 是值得对三峡由此而重新评价的 因为三峡工程它所这个标榜的主要作用之一就是防洪 在2010年新华网曾经有一篇文章来总结三峡工程的功绩 因为2009年这个工程是全部完工 所以2010年新华网出了一个文章 就是吹嘘三峡工程有多大的作用 其中有一条就是说这个三峡工程完工以后呢 长江中下游的防洪体系基本上已经完备了 它还列举出了数字 就是说如果遭遇到了万年一遇的大洪水 万年一遇的大洪水 它通过什么分批次续洪啊 等等一些操作手段 可以使京江流域还有江汉平原洞庭湖流域 总之就是长江中下游这一片地方 免受毁灭性的灾难 结果呢就是按理说有了这个三峡工程以后 1998年那么大的洪灾应该不会再出现了 三峡集团的前总经理有一个叫陆又梅的人 也曾经对新华网夸下海口说 感叹呢就是1998年没有三峡工程 有三峡工程怎么会有这么严重的灾害呢 好打脸的事情总是来得太快嘛 所以你看这还不过十年 就是三峡工程竣工才十年 1998年这么严重的洪涝灾害就又来了 所以说明了三峡工程它的防洪承诺 一个最主要的就是说吹嘘它的这个功能啊 已经证明是破产了 所以对三峡工程我觉得是有充分的理由进行充分评价了 特别是在这个三峡工程上马之前 已故的著名水利专家黄万里 曾经给中共领导人上万年书 列了12条理由痛陈这个长江上的蓝河大坝 就是干流上的节流大坝绝不可修的12条原因 其中11条已经应验了 不同程度的应验了 其中之一就是气候异常 那么三峡工程所存在的这段时间 确实就是中国气候异常 洪涝灾害各种地质灾害频发的这个时间 所以我觉得这个三峡工程其实是应该重新反省的 但是非常遗憾的是啊 就是说在李鹏死后 对李鹏的官方所有评价里面 没有任何意思说要检讨三峡工程 所以看起来呢 中共它已经是没有任何弹性了 就是说你如果要去否定一个前任领导人的事情 那么是不是别的领导人的事情也可以否认呢 对中共来讲 这是一个事关千万民生的重要问题啊 但是它出于政治安全都是一点不敢去触及 那我们看过去一年间呢 这个包括苹果 任天堂这些国外的大型企业 都从中国这个撤出了生产线 或者是部分生产线 还有一些电脑啊 电子产品也都是从中国大局撤离 那这种外企的大规模撤离中国 会对中国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过去这一年间 尤其是最近这几个月当中啊 就是外资企业撤离中国的规模 恐怕超过了很多人的想象 7月16号福布斯网站有一篇文章 他引用一个调查说 现在有80%的美国企业和67%的欧盟企业 正在离开中国 所以这个比例是相当惊人的 相当于是这个质量最高的欧美企业 大部分都要从中国出来 当然它的撤离呢 不一定是撤出全部生产线 可能只是撤出部分产能 但是呢 整个规模也是非常惊人的 所以它带来的后果呢 主要是两方面 一方面呢 当然就是这个外汇流出 对吧 然后呢 给中国的外汇存底制造压力 那么中国要去 中共要去保这个人民币汇率呢 它就有困难 这影响金融稳定 另外一方面更加直接的 就是带来失业方面的压力 但是失业这方面呢 尤其值得一说啊 就是外资企业 他们的特别是那种 国际大品牌撤离所制造的失业啊 它是高品质工作机会的流失 虽然现在也不好说 这些外资企业减少一个工作机会 相当于国营企业 或者是民营企业 减少了几个工作机会 虽然不好说啊 但是有一个数据很重要 就是今年四月份 上海市政府曾经有一个说法 说过去这几十年间 外资企业的数量呢 是占上海企业总数只有2% 但是这2%的外企创造了上海市 20%的就业 33%的税收 65%的工业总产值 和60%的出口 你说他们一转移走的话 它转移1% 那也许这个整个上海市的失业率 就会一下子增加百分之好几啊 这部分工作机会流失的话 民营企业能不能把这部分 劳动力接过去还不说啊 但是你能不能提供 同样品质的就业岗位 这个就很难说了 应该说是有比较大差距的 所以呢 这部分工作岗位的流失 对于中国的消费来讲的话呢 整个国内市场来讲的话 打击是会非常大的 同时呢 这个外企 它是国际大公司 它是白领集中的地方嘛 白领失业增加的话 对于上海的房价 是一个非常沉重的压力 如果这些人 他收入变少了 他现在这个月供 还起来都有困难了 他就会卖掉房子 去换一些这个更小 更便宜的房子 那么对于已经飘上天的 上海房价 就构成了极大的压力 所以外资企业 从中国大举撤离 实际上对这个 中国一线大城市 对中国国内的消费市场 都构成了非常沉重的打击 那么像你说的 对中共这个企业 或者整个这个消费 造成这么大的打击的话 有什么样的补救措施吗 中共政府的应对手段 就是两方面 一方面呢 就是尽力挽留 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想拉进来 更多的外资企业 然后创造多一些的工作机会 填上这部分外资企业流失 所造成的失业空洞 瓦流呢 也没有更多的办法 也就是提供更多的优惠 像日本媒体最近报道的 要打算在上海投资开场的 那个特斯拉 他在土地和贷款方面 就取得了这个 当地政府的空前优惠 基于这个优惠有多大 具体不知道 总之呢 就是一个很强的力度 就是希望他能够在这 待的时间长 多创造一些工作机会 另外一方面 拉进更多的外资企业呢 中共政府最近宣布要 加快扩大金融开放的力度 就包括有一些原本 他的时间表定在2021年的 也提前到了2020年 那我想呢 他主要就是想通过 吸引进一些金融企业 然后呢 多创造一些就业机会 这是一个主要原因 但是能不能够填上 这部分外资企业 撤出所造成的失业空洞呢 我觉得是很难的 因为要知道制造业啊 因为现在流失的主要是 外资制造业嘛 是 当初进入中国 拉动中国就业的是制造业 现在撤出中国 造成中国失业比较严重的 同样还是制造业 制造业的特点呢 就是说他吸引这个就业方面 是最突出的 别的行业很难替代 因为制造业 他能够创造大量的中间就业 中间就业呢 就是说他不需要特别高深的知识 学历经验 他就可以上手 但是呢也要有一些这个职业技能的培训 这方面呢 你像金融行业 外贸行业就很难做到 今年呢 还有另外一个情况 是比较突出 就是今年夏天的大学应届毕业生 又是创了历史新高 达到834万人 大学生的毕业季呢 就是6到7月份 但是现在呢 我们还不知道 今年大学生就业的具体数字 但是呢 已经明显感知这种就业的压力 比方说 今年我查 6月份 中国的失业率数字是5.1% 那是所谓的城镇调查失业率 可是去年啊 7月份 失业率数字就是这么多了 它意味着什么呢 就是去年7月份 大家知道 那是中美贸易战刚刚开打的时候 过了一年了 这个中国2000亿商品的关税 加到了25% 大批外资企业撤离资本流失 它的失业率还是5.1% 所以这个就明显就不靠谱 就是很明显跟常识相违背 那这种中共一言堂式的谎言呢 我们知道 总有一天是要遮不住的 但是这种谎言的代价 恐怕还是要中国老百姓来买单 好 谢谢文章 谢谢言真 好 观众朋友 感谢您收看这次的大陆新闻节节目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